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全啊 都是失败收藏 我们生种鼻病 现在大部分都会害怕 喂 大姐 好 谢谢 谢谢你提醒我吃药 天气能要多加件衣服 我妈是最疼我 从小她就最疼我 什么事情只要我说 我不想做她就不会让我做 我生病是大概30岁的时候 因为病情的关系 讲话都很不客气 有时候会刺杀到我妈妈 后来我就拿了一把菜刀 冲到她面前说 妈 你这么恨我 那你干脆把我给杀了 我就把刀递给她 然后她就把我送进医院里面去治疗这样子 她第一天就是收了两个碗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老板娘 我不做了 我觉得我不适合 然后她就走了 好像在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她主动跟我联络 我就说 老板娘我还是想试试看 你愿不愿意给我机会 大概在八九年前吧 我因为有一个病友 她成功地出去就业 让我很大的鼓舞 我还是不想让别人来养我啊 自己养活自己 独立自主地工作 那边要进去一点哦 一天要巡八次 要走十六公里的路 回去都很累了 你去哪里刚买你 我刚买你 师姐 辛苦了 事先我一进来 每过多久我就告诉我要生这个病了 她说她不介意 所以她生病的思念都知道 但是我 因为在这个社会对 尤其你在这里上班 我一直养活 我会希望说 让别人也知道 我们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有一次 做选举举牌的工作 有没有摔断的手 后来我妈刚好来看我 她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叫你不要出来工作 你丢她出来工作 她根本不希望我出来工作 她是希望我一直在日间留院里面 快快乐乐活一生就好 她自己的状况她很清楚 她如果情绪就是不稳的时候 她会跟我讲 老板娘 我先去吃个药 那因为我们这个长期有一个默契之后 所以有一个信任感 她们才可以这样子一直在这里工作 已经出来自己一个住八九年了 也应该会自己照顾自己 不能老是那么担心的 很喜欢现在的我 我觉得我现在我能够自己自主 也是给我一个成就感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